房屋租赁新制上路咯 为改善过去租屋中的不平等条款 内政部在去年订定了新公告 并从今年开始实施 未来广大的租屋租屋将更有保障 为改善租赁契约中常见的不平等条款 内政部于去年订定公告改善 其中条款包括房东不得限制房客潜入户籍 以及不得限制房客申报租赁支出等 内政部在106年的1月1号公布了新制的 这个针对房屋租赁有公布一个 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部分 那这个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部分来去讲 它当然是主要针对房东跟房客之间 比较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 比如说包括租金的收取 然后相关费用怎么去收取 或者是说提前终止租约的一些相关规定 都有很明确的规范 那最重要的是在不得记载的部分来去讲 它有这个明定说 它不可以限制说房客不得报税 那也可以不得限制说不能迁入户籍 然后也不可以所谓的抛弃 所谓的契约审约期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要提醒所有的这个消费者来讲 那就是说如果与房东签约的话 那就是要使用这个内政部的定型化的这个契约 那也要提醒各位房东 那如果所有违反这个相关规定的话 那最高是可以裁罚30万元 目前新版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 可在四大超商购买到 另外契约中新增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可在内政部行政院网站上的消费者保护专区中下载到 在我们的四大超商来讲 那其实应该都可以购买到这个内政部的新版的 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说那个没有在四大超商买到的话 那我们地政局本身的新北市不动产买卖交易服务网来讲 那也是已经有把这个相关的新的规定都放上去了 那可以提供各位乡亲下载使用 新版竹林契约上路 若是房客乘珠时人碰到有房东不按照契约走 新北市地政局也建议民众不要存诛 以确保自己的诚意 记者陈明辉戴华新北市采访报导